那简单 我买一座大房子 帮你布置一个超大的厨房 好不好 说话算数 有的人啊 认识了一辈子 也不过像认识了一天 可有的人 认识了一天 却像是认识了一辈子 你干嘛一直看着我 是不是爱我 崔之肉 我其实有话要跟你说 什么都别说 你自己就听不懂 这个不听不懂 是什么也不听不懂 以待你 在家里留下 什么都别说 我没事 你看看 那也就特别说 是什么 你能不能说 但是 你说 我是不是在做梦 等梦醒了一切就会回到原点 我现在有点明白你了 你是不快乐的 你身边的那些坏人坏事 你一定看够 可是当你第一次看的时候 你一定很生气 也一定很难过 就像我现在一样 你能理解我现在有多失望吗 翠芝啊 千万别钻牛角尖 不然 你会更痛苦 那些坏的 脏的 外面的人 外面的事 你呢 不过是第一次见罢了 可我不一样 我从小啊 就混在这里头长大 所以时间长了 我也分不清哪一部分是他们 哪一部分是自己了 我一直 都想过得像电影 电影里的人物一样 轰轰烈烈的绝不虚度一日 今天终于是得偿所愿了 上一秒钟在天堂 下一秒钟就在地狱 还特累了你 施君以前说过 我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傻子 我还不承认 可现在事事摆在眼前了 我出了人祸好像什么都不会 我就是个傻子 回家吧 你爸爸一定特别着急 我不要回家 我没有爸爸 我不要回家 智智 别启动 那 那咱不回家 书惠我没有爸爸了 那个爱妇保护我 那么完美的爸爸已经消失了 我们不能像电影里那么活着 但是我们 必须得好好活着 这是我们看过的那场电影吗 留个纪念吧 我们以后把每一场电影的电影票 跟都收藏起来好不好 我们 还能有以后吗 是 书惠 你看我 还漂亮吗 当然漂亮 你知道吗 我们俩就像现在这样 你对我来说出手可及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以前啊 我读过诗经 记得里面有一句话 叫尖家苍苍 白鹿为霜 所为一人 再说一方 那个时候啊 我根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 但是现在 不懂了 我 我 你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